这个就好比你那个水箱 然后你刚开始确定水箱位置的时候 可以拿胶带给它附上去 然后你比如说现在是 这是高线位这是低线位 这个为什么给你加两个 因为一个检测开关会导致 在这个水平面波动的时候频繁的开关 就是没那么稳定 那现在用了两个液位检测 这个高线位呢是用来这个水面 到达这个检测的这个高度的时候 这个我们就停止加水 这个开关呢就停止 控制它把水龙头给关了 那液面低于这个检测器的位置 我们这个开关就打开 然后你这个水呢不管是从底下还是从顶上 你这个水压够了之后它开关打开 它就补水了嘛 那我解释一下现在的这个 那现在就是 这是水龙头就是总开关手动的 那你要是想改路的话 你得用这个总开关给它掰过来 这个水路就关掉了 你把自来水水管这个线路就关掉了 这个是用来补水控制自动化 这是补水自动化控制的这个开关 这是集电器 那现在我们做一个测试对吧 刚才我通了一下电啊 然后现在我们做测试 我们假如说这个水用了对吧 嗯 等一下 我把这个水 你看 比如说我用掉了 哎 这个时候顶线位 它就检测不到水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 你看水位就下降了 这个时候它不会补水 比如说我为啥 你看 我先把这个总开关打开 然后 我把这个 这个 这个抬起来 抬起来之后 这个水管下去 哎 它并没有流 对吧 然后呢 然后我继续让它 这个水 我们模拟一下啊 哎 哎 这个时候 这两个 都 都灭了 这两个洪洞都灭了 就检测不到水位 水位已经降到低水 低水位了 然后这个时候 假如说 这个时候 你这个水管里有水的啊 你看 这个地方就开始 啊 等一下 这个开关 你看 我这个水位 高度差呢 对吧 就开始补水了 啊 啊 然后把这个放下 等下 啊 这个时候 然后 你这个 家里的水管 够了 然后 我们给它补起来 是吧 因为我那个补的 高度差有点小啊 它补的慢 啊 哎 还是滴了 哎 补够了 啊 补够了 然后你看 我再抬 我把它抬高了 它这个地方就关了 不再补水了 啊 那这就是个补水控制 通过一个 通过这个检测 通过检测 这两个水位 你自己的话 你可以自己就是 先拿胶带 粘在你的那个 净水器 那个水箱外头 对吧 然后 看看哪个 高度可以 然后你测试一下 你通用水 你看OK 然后你就再拿那个 两面胶 或者那个AB胶啊 在这个侧面 给它粘到那个 你的这个净水器上 然后它就 啊 它就固定了 因为它是一定要稳定 这两个开关 所以不能晃来晃去的 所以你选择好水位之后 给它粘上 然后这两个你可以 这个线 我会给你重新接 那么这个是总水管 你家里自来水管呢 接到 从这接到这 一般家里的水管 都是这种 净水管有粗的 有细的 那你我觉得 我看了你的净水器 也比较小 所以给你选择两分管 这个 他们那个做水管呢 看到这个 应该都知道的 这一配就配出来了 所以你只要把那个 家里的水管 接到这就行了 接到这 然后这个是总开关嘛 手动的 你要有特殊情况 你可以给它关掉 然后这是用来控制什么 自动控制 什么时候补水的 然后 这是电源嘛 我们 我到时候都给你接好 那这就是一套 可以 那个 我为什么不给你加水泵 那个原因 在于你接了水泵 它补水的时候 嗡嗡嗡响 可是你家里的那个 自来水管道的水压 应该都是 家里的水压 都是足够的 对不对 所以就没必要加水泵 它运行时候有声音 第二个 水泵 它的寿命 肯定没有这个 开关的寿命 就是这个 开关的寿命 长了 所以说 从实际使用角度讲 其实用一个开关的话 就可以了 对吧 你控制它 家里的水是否给它 灌 然后你至于这个 我这个是为了让你看到 这个水从这流出来 实际上 从 这个 你可以从底下 从底下 比如说 你那个净水器 开个孔罩 它这边 可以给它拧死 两边 拧死之后呢 这个水就从底下流 这样的话就没有 没有那个 它蓄水的时候 就没有水滴滴的声音 就是 你比如说你家水 很猛的 水压很高 它这流呜呜 你就听到水箱 在补水 可是如果你放在底下的话 这个水就 嗯 但是前提是你要确认 你家水压够 啊 水压不够的话 补水会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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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